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欢迎收看今天金钱到 来 我们看一下指数 那今天上涨76点 不过上涨的内容跟环境 或许跟一般人想象的 它会比较不同 那么我们强调的几个重点 就是在本周 为什么我们会提到 有一些股票用卖点 去营造你的下一次买点 因为你的高卖之后 会迎接来一个低买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 什么情况下 要跟大家分享这样操作的模式 第一个我们看到台股AI大户加持 中时户散户全归对 对不对 同时创历史高点 散户是四季以来最多 那么中时户人数是创历史高点 散户还稍微比较慢一点 也就是说现在的大户 跟中时户是比散户快 但是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全部都回来了 主要就是因为AI 所以AI的号召力是很够的 大家都认为AI这个逻辑 那么AI的两字 当然不是最近才出现 是本来就出现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 他会因为认同一个理念 然后要等到涨了才来追 对不对 假设说你年初听到AI chart的GPT很厉害 但是你没有赚到创意 伪创跟广达也没有涨 你说我跟你讲AI 说不定你就不认同 所以涨了以后才认同是人性 你也不用觉得说真可惜或干嘛 我现在先跟你讲 涨了以后才认同是人性 小豪比说我也不会在这边跟你讲说 我三个月前就叫你买广达 你不买活该 你看我半年前就叫你买技嘉 对不对我多厉害 那我技艺大成本在多少怎么样 讲这个就也没有什么意思 因为反正每次都是这样子 就是一定是要涨上来才认同 那我也遇过很多很千奇百怪的对话 比方说老师我做股票都没有赚钱 我今年都赔钱 那我就问他说我两个月前 不是叫你买广达吗 你怎么会赔钱 他说因为我卖掉了 结果另外一支股票赔钱 那这东西你不能怪行情 对不对 你应该去检讨说我为什么卖掉 我为什么被洗掉 理论上来讲 广达跟伟创已经算是近两年来 最对一般人最友善的股票了 他基本上没有很暴力的去戳你 如果连广达跟伟创 你都还赚不到钱的话 我还真不知道 对吧 我们平常心讲 我觉得伟创跟广达已经非常友善了 基本上你买进去的三到五天之内 都会创新高 基本上过去至少120天以来 随便你追到多高 他基本上都让你解套 这么好做都还赚不到钱 这个我就不知道要怎么 怎么说呢 有几种可能 第一个就是打死不认为他会涨 那很高才来追 可是这句话本身也有语病 什么算高 你套在昨天高点算不算高 对不对 那逻辑很简单 如果明年又上去 今年算不算高 所以股票当然 我们还是回到操作的原始 我们回到股票的中心思想 你是要跟这个时代成就一段历史 还是你只是要说说而已 对不对 那有的人觉得说 那我就给你死报活报到 到这边 对不对 可是其实像 比方说像今天华王资 这些股票上来 他们在今年三四月也都涨过 可他中间有休息两个月 你现在在讲的伺服器 这些股票 终究有一天 他也会休息两个月 一定会的 你放心 没有股票不休息的 那等到那个时候 你万一又追在高点 是不是你又要等他三个月 那你又要来跟我讲说 老师我做股票都不赚钱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正面的力量 心情 你的心情要有一个 正向的力量 不要每天哀声叹气 我赔钱 我赔钱 我都没赚钱 我都没赚钱 我告诉你 你的运势怎么会开呢 对不对 你运势要开 就是要正向 多看阳光 不要饿 吃饱 运动 早睡早起 开心开朗 做到这件事情 也许你会说 老师我就没有赚到钱 我怎么开朗的起来 这两件事情相辅相成 你精神就不好 个性又不改 你的股票怎么会赚钱 对不对 那AI在这边 它会扩散开来 我教的东西很简单 日出带日落 我们继续讲 最怕就是 你这个已经涨多了 我那个又怎样 其实多与不多 就是看 比方说你拉回 周级别不日落 那个地方就是拼一个买点 那我就再讲一次 所有的人都进场了以后 比什么 比技巧 包括大户 法人 中石户 散户 全部都认识广达 没有人不认识广达 林百里是台湾首富 台湾人都认识他 也就是说 当今的AI主帅 他已经没有秘密了 你不要跟我讲说 你有一档秘密武器叫广达 你不用讲了 地球上的人都知道 所以现在的输赢怎么判断 买卖点 就是买卖点 只有这个东西能定理输赢 你在路上问一个 谁不知道林百里 你走到证券公司去 任何人都知道广达 你说广达是你的秘密武器 不用了好不好 谁都有里长博 每个都买过 对吧 那怎么判断出胜负 股票怎么分出胜负 我讲的广达 跟别的投股老师讲的广达 会不一样吗 一样都是广达 那我跟他有什么不一样 你要找谁 你要跟这个老师 跟那个老师 优胜劣败就会出来 你怎么选择老师 我很清楚地告诉你 我认为在这个地方 要努力的方向是买卖点 对吧 再来就是你说秘密武器 这东西有啦 但是也不是每一天都给你一档 一年也有两百个交易日 你难道有两百个档秘密武器吗 秘密武器这个东西 是现在在慢慢吃货 对不对 像我们这礼拜就来吃一档股票 我跟你讲 他的题材如果把他讲完的话 你大概明天就买不到了 我给他一千分 真的 我不盖你 这支股票太 太屌了 光那个题材 我讲完你大概也 你大概也 那我们留待后面慢慢说 我要有一个酝酿的时间 所有的观众 我带你们五到八天吧 慢慢买 我们家的主则朋友也会买 甚至于不排除买到十天 我认为他会出现 惊天地 弃鬼神的走势 第一段 可能不知道怎么跳空吧 那现在当然都还没动 价格也还很低 都不到一百块的 标准的AI 而且是 他的大股东 讲到这档股票 他的大股东 就是标准的名门正派 好那我们看一下 再加全 好那这走一走 大家走一走 主要就是我们看到 日出以后就是 每天的低点都收的 比昨天高 所以你震荡的格局 当然像我问过一个朋友 说广大赔钱 你怎么赔钱 那你一定就是开高 你去追啊 然后尾盘收低嘛 收低以后 隔天如果开低 你就砍掉 啊广大好高 然后48小时之内再创新高 对不对 你就没赚钱啊 股市当中奋斗的朋友 你们辛苦了 既然要做AI来找 最会做AI的人 我就再讲一次 所有的强势股 终究会遇到跌停盘洗盘 这一关你准备过了吗 对不对 你准备过了吗 我想问问这些投资人 你想好怎么过这一关了没有 首先第一个嘛 你看这个 对不对 第二根停板嘛 有人杀在这里哦 你跺在这边 如果错在哪里 你第一时间来到上个礼拜 周K线的低点 看到没有 我就跟你讲 日出日不日落 有关系嘛 周级别的日落上礼拜的低点 这里有带一个缺口算这里 但为什么今天就是没有给你达到跌停 看到没有 盘式是有密码的 市场中 实户跟赢家之间 他们心中有一条隐形的线 就比方说 我常讲一个东西嘛 你说广达再怎么回 你记不记得广达是在哪一天 让林百里当上首富的 你去找新闻 你把那一天新闻的 前一天所有玩家抓出来 那一条就叫做台湾首富线 在那条线上方 林百里是首富 在那条线下方 林百里不是首富 你说这种东西 哪个市场上这种 只有我们这种真正是靠 交易输赢的 才会知道 才会知道这个东西重要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来我们就直接说了 比方说这一根黑棒可不可怕 可怕嘛 它是一条标准的吞噬线 盘通打到几乎跌停 开高以后打到几乎跌停 跌停之后 再做一个日出 你看这里就起涨点 这一波最强的 昨天也是很可怕 但是你这洗盘熬不熬得过 那很简单两条路 洗完你再进场 洗完你再进场就不怕洗第二次 因为你成本低 尾创一样 昨天是这样 那今天就洗了 今天这个都洗了 那今天这个明天会震 挡面放出来 恢复正常交易的话 当然像什么 华星光今天震得比较凶 但你说真的震得很凶 回到中间 也还好 我看一下电脑 回到中间 那这个就是最后尾盘的当冲量 当冲量 那你看最后一盘大笔的 对不对 那这个其实今天当冲 有一些人是买在下面这里 拉上去出掉一部分 那拉回平台这边又有人接 第二笔可能就是没什么输赢 但基本上是维持在时均上方 也没有真的转弱 中间分盘这么久 累积了这么久 交易就一根就结束了 也还好 亮缩以后继续供 资金轮到部落微 光通讯都有机会来这边做反应 那另外我们看台药 两根黑棒 中间洗一洗 主要是因为台光电 台光电开了跳空 有人看着台光电做台药 那这个都是AI的概念 救活了很多的股票 再来台新科这是测试 因为华太涨到这边了 对不对 晶圆测试这边都有机会 然后就是我在昨天 跟各位讲的华洪资 这些包括华洪资在内 碳全家AI 都是在今年4月 我们做过的股票 那你看 从这个时间点 如果说你昨天先去买这些 刚刚起涨的AI 你的问题就没有了 所以现在在这个时间点抓 4月份 今年4月曾经涨过的那一波AI 如今都已经拉回到 季线附近修正乖离 对不对 未来有一天 伺服器族群也会修正到 季线附近 股票是轮回的 那你就是抓到买卖点 好那这支通 昨天的支通 那你今天撞到季线就有压力 我昨天跟各位讲过 你要站回季线的上方 所以原本就在季线上方 当然相对比较强 为什么华洪资能够两根 就是它今天跳到季线上面 那连电 这个是晶线代工 那虽然说晶线代工在这边还有瑕疵 就是说市场上还有杂音 当然外资是看得比较好的 认为就是说最坏的状况是过去了 不过我想这不是重点 因为连电家族当中最有代表性的 每次都会来一波的就是IC设计 我们看它连扬 创了15年的新高 我们看它连扬 创一个15年的新高 这个如果你从月级别 月K棒去看它 那大家可以看到 有没有 一旦月线日出 那月线日出怎么看 第一次收盘价收在前一根的上方 是不是这一根 月线日出 那这一根有没有收在上方 那这一根收在前一根K棒的上方 我们拉出来你看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对不对 那收出来了以后 当然很明显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当时大概差不多60几吧 大概60到65中间 所以这里越过嘛 月级别越过做日出 那日出之后 每一个拉回到前一根K棒 第一点附近 有几次机会 一次嘛 两次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月有第三次嘛 通通都是买点 把月线拆点之后 你的日线 事情就简单了 当时又可以棒的月过点在这里 对不对 好那你跌下来的这个位置 回到上礼拜的底点 是不是这里 这是买点嘛 这个拉回 这个是买点嘛 对吧 那这个拉回一样嘛 那这个拉回有没有死守 没有 从月线看答案就很简单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 今天的林洋他在创一个15年的新高点之后 那这也会出现什么几个状况 股票在创下新高以后 当然等于过去所有曾经买进的投资人 他第一个你可以说他都在获利状态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一点是什么 他会带动到其他的股票 那今天最重要当然就IC设计 IC设计 好那我们看到下一档的AI我们的埋伏 我们的埋伏 我们的逻辑就很简单 下一档的AI 那既然IC设计这边做了一个走强 我们埋伏的股票就开始发动 那今天新的朋友也一样可以进场 记忆体起来 IC设计起来 那爱普中计整理的第一根 早上我们是买在九点开盘没有多久 那因为要卖股票 把原本的AI卖掉 获利卖出以后就拉张地 这就是走第一根 那因为你是在季线附近双底 所以我再回头讲一次 股票其实永远都有机会 像我们这次跟各位提到 就是下一档的AI 我尽量希望你们每一档 起涨的AI的股票的波段股 都能够持股在一开始 刚起涨的时候 那你就会简单很多 就像我教你的那个方式 你拉出去两到三根以后 你可以先把你的成本当低 你卖个五张十张都没有关系 剩下的钱就跟我们做下一档 到最后你会手上都是最强的AI 因为有的AI你卖掉 它就滑走了就飘走了 对不对 那这是不是用短养场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后下回来 我们立足台湾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出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商业台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商业台 掌握未来 各自动 Patienten 坐下来 何 ten 시간 之中 集合 枪 宇约 你 未来 仇者 Spl stuffed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看一下华城 你看分盘交易的过程当中 还是不断的创新高 对不对 反而AI在走的时候 你看到绿能股票它又更好了 这怎么解读呢 我以前跟各位讲过 常常有人说资金一到哪里 资金一到哪里 其实也不是这样子 有的时候股票要涨 不是资金真的跳进去 是卖压离开 就没有人卖压 那么它就继续供 我要强调的其实就是几个重点 你看像这个格局 它是一个标准的日出 假设说你是在任何一个点追 比方说你在这里追好了 其实你隔天就容易被洗掉 你不要小看这个当日洗盘 日内的潮汐很容易把你洗掉 为什么你知道吗 你看假设你追到这一天 刚好是过前高 你过前高以后你跳进去 你认为当天可能会收一根红棒 照理来讲隔天会开高继续供 没有那种事 其实过了前高的隔天 70%是震荡 你看创下这个高点以后 盘中是翻黑的 你出掉了以后 有一个危险 为什么呢 因为着低不破都不算日落 那尾盘收上去 你当天就杀掉了 再一个开高 你就整段都没有做到 所以追这件事情 我其实告诉各位就是 因为你有可能不出 那天红棒黑棒你不出 你就掉下来 就我昨天用一个例子 解释给各位听 对不对 有没有 你这天黑棒你不出 你会掉下来 或者是说 像这一根 因为你在这一天买 你一定是认为它破一个新高 对不对 你认为这个要补涨 开高然后灌破你的成本 这就整个破了 兵败如山倒 所以不习惯做强势股的人 你可能会把 就好像有的人他书上写说 哇这是一个吞噬线 但同样是吞噬线 你用在弱势的股票 跟用在强势股票 意思不一样 对不对 你用在强势股票上面 那叫做卖爱已经消化了 你用在弱势股票上面 叫做起跌 对不对 选股跟操作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 本来就是一体的两面 对不对 那我现在继续来跟各位讲 其实股票选到 也有很多人做华城不赚钱 你做这根怎么会赚钱 你停損在这里 不然就停損在这里 再不然就这边大难不死先出掉 大钱都没赚到 那今天生计股 生计展开始 来第一个何康生 再来顺耀 这几只股票原本强了续强 华子因为有探权的概念 其实在今天有做一个上工 那因为之前就已经有涨过了 所以 比较不认为这些股票会涨的 投资朋友们跟各位讲一件事 很多人说 为什么台光店台耀 这些二三开头的股票 老股票 华子这种股票 现在都可以攻涨停 早年都不可能 那么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在于 现在的买盘 很多是当冲客 当冲客它其实不管你 股票有没有 去预设一个立场说 你是属于那种比较牛的股票 有的股票它牛就是很牛 很闷嘛对不对 就涨得很慢 但事实上当冲客它 半小时之内它就要冲掉 它根本就不会管你 这样股票波段可以涨多少 它只要等一下有高点就行了 当所有的当冲客都这么想的话 反而重置层层拉出一个红棒 这是一个大家意料之外 但是却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很有趣吧 市值嘛 这个如果换在早20年前 你一定不相信市值可以这样涨 对不对 因为以前的买盘 有的是来自于波段或松石户法的买盘 它都希望股票有一个空间它才要进场 但是现代的当冲客 你开盘以后它只要认为你有高点它就追 追完就出 出完再锁 就这样子 换一批人来锁隔日冲嘛 所以这一根黑棒出来倒有换手 这隔日冲的出掉 那今天就换当冲客再上 新的一批当冲客 那你想说 来到第四个还有你敢去追它 它无所谓 你开高不日落 因为你开昨天低点的上方 那你开完价在70附近 我买完以后70以上冲掉就好了 当大家重置沉沉 你有没有看那个新闻 现在70% OTC还不止 上市比较低一点三十几 OTC更高 它将近到50% 都是当冲的力量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沧合 这个是太阳能王版 中继整理一段时间 这个分盘放出来以后 这一根被消化掉了 被消化掉了 明天看有没有机会来做一个上工 同伯基板当中都是一些 创新高的股票 创新高的股票 那这些当然全部都受惠AI 后续都可以来观察 建融这次比较强 然后价格也比较低 很大一个因素 它这次在季线上方 已经整理三天了 中继整理在上 表态是有表态 因为它之前前面就创过一次新高 颇先步今天付条也有涨 好这英邦 因为上半年涨比较多 所以它比较难用锁涨停的方式 但是你看它每一天收盘价都比昨天高 越盘越高 你如果放掉那种追涨停带量的想法 其实你拿在手上也越做越多 越做越高对吧 好那微风现在IC设计 IC设计 因为今天联阳创新高了 联阳要挑战它那个历史高点 所以现在各家IC设计有几个重点 都要跟AI有关 创委这个跟AI有关 然后伟权店 伟权店其实它有一个子公司 那这个它也是有 简单来讲 它这个东西是那个 伟权店它那个是那个风扇 伺服器那个风扇 因为今天有涨几只股票 天宇嘛 对不对 那几只Driver都有涨 其实很大一个因素是 尤达创新高 所以我其实带出这个逻辑 是要告诉你一件事 IC设计这个族群 它会涨都必须要你终端的运用 有一个共识在 对比方说你尤达在涨的时候 你去买天宇就很容易赚钱 对不对 去年两年前天宇跟敦泰在大涨的时候 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 面板蛮强的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就拉回来讲几件事情 AI这么强 那伺服器那么强 伺服器又拉了散热又拉了机壳 对不对 然后又拉到这几只 后续又涨了电源供应器 那今天因为IC设计很强 在这当中能够吃到单子的这些IC设计 我认为其实都会发动 要不然我们今天早上干嘛要去买APP 对不对 这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机会 好好来跟我们来做一个把握 像我昨天在Lighter里面有写 前天也有写对不对 是不是有一档IC设计 我说的没错 下一档AI埋伏转案就是说 其实投资朋友们涨多在追容易受伤 那AI绝对有一档一档源源不绝的概念 那今天我们买进的股票又开始上涨了 我们在周末要买一档下周必买股 周五早上务必把握 拨通电话等我的通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因此负投资风险